中国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举步维艰面临巨额损失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震荡正在动摇中国经济 也动摇了已经开始依赖中国作为可靠增长引擎的世界经济 大型开发商举步维艰面临巨额损失 在堆积如山的债务中挣扎无力偿还贷款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建筑热潮已经停止 威胁到数百万家庭的就业和储蓄 随着官员采取行动刺激经济增长 中国股市暴跌人民币贬值 以下是你需要了解的内容 房地产和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依赖人口增长 推动的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 房地产市场创造了就业机会 同时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在这里投入他们的财富 地方政府也依靠出让土地获得收入 但中国的人口不再像以前那样增长 而且执行了数年的严格新冠限制措施改变了中国消费者 该行业的高风险行为加上政府对这些行为的打击导致房地产开发商背负巨额债务 新房数量供大于求 在政府试图从国家主导的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转型为国内消费支出主导的经济之际 房价暴跌削弱了中国家庭的储蓄和信心 有多严重 根据龙舟精讯的一项估计 中国迷营开发商的未付账单总额达3900亿美元 这是对经济的一个重大威胁 经济学家们纷纷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 很多预测低于政府设定的约5%的目标 近几个月来 进出口双双下降 第二季度外国对华投资同比下降80%以上 7月中国消费者价格两年来首次下降 这表明中国家庭支出在减少 香港恒生指数上周五记录熊市较1月份高点下跌于20% 哪些公司处于危机的中心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本月表示 预计今年前6个月的亏损将高达76亿美元 该公司股价暴跌 因为投资者担心它可能会出现数十亿美元的贷款违约 另一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 最近在美国申请破产 以进行债务重组 该公司在2021年违约了3000亿美元的债务 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陷入困境的首批重大迹象之一 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也蔓延到了中国的金融信托公司 这些公司提供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正常的银行存款利率 并且往往是投资于房地产项目 管理着约850亿美元资产的中融国际信托 最近未能向投资者兑付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一群投资者在该公司北京办公室外抗议 要求偿还资金 面对这一切 中国政府在做什么 中国的监管机构从2020年开始打击过度借贷 迫使企业在进一步举债前要先降低债务水平 这给恒大和碧桂园等负债累累的开发商带来了麻烦 标准托尔的数据显示 过去三年中国有超过50家房地产开发商未能还款 政府最近出台了刺激支出和投资的计划 但细节仍不明确 中国央行周一下调了一年期贷款利率 大多数企业贷款基于这一利率 但用于抵押贷款定价的五年期贷款利率保持不变 经济学家此前曾预期有更激进的举措 中国的麻烦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BCA研究的数据显示 过去十年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 而美国和欧元区的贡献率分别为22%和9% 中国消费者支出的下降损害了在华开展业务的公司 例如美国科技企业和欧洲奢侈品集团 中国经济疲软也意味着对石油 矿产和其他工业基础材料的需求减少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每年购买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农作物和机械 尽管如此 迄今为止全球投资者的反应相对平静 由于中国经济出现困境 标准土耳500指数最近连续三周下跌 但在大型科技公司的推众下 今年仍保持走高 美国和欧洲面临顽固的通货膨胀 这些地方的投资者也一直关注 其国家央行的下一步利率举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